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规律总是形成了一种配比关系 这个配比最常见的回调的位置会落在50 618和382之间 或者说从上到下回调到618下跌0到100 回调到这里是382但是相当于说回调了61.8% 回调到50%回调到0.618的位置进行一个回调和反弹 那这些位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规律性呢 我们知道一个交易在朝原有方向运行的过程中 会走出一些获利平仓 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它并不是由新的基本面构成的 注意当我们去谈及斐伯纳西运行的方式的时候 知道斐伯纳西本身它不是在去研究基本面 就像是所有技术面的分析方法一样 它所研究的是技术面 它所研究的是当行情走出主要趋势之后 次一级的趋势会如何运行 这些次一级的趋势 平仓了结 行情反弹造成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行情 实际在中间有下跌中的反弹 也有在上涨过程当中的回调 我们把下跌当中叫做反弹 上涨当中叫做回调 那在英文当中 它其实都统一的叫做回调 就是英文的叫法当中都会把它叫做回调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实际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一些行情走出一些下跌回调的路径 下跌回调的这些行情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去看一下 当行情走出大幅下跌的走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组四小时图 我们把它变得稍微大一些 来看一下某一组四小时图行情的运行 其实斐木纳西在运行的时候 它几乎可以涵盖到行情运行的所有方面 我们就以这组行情来看待 当我们看到一组行情在运行 这是一组主要的趋势的行情 强而有力的下跌走势 我们在这里去度量它的斐木纳西 如果投资人去研究它的内部的话 研究斐木纳西内部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斐木纳西的画法 应该是从下往上画上 这点蛮重要的 我们大多数投资人去画法的时候 会把它从上往下画 但是实际上它的应该的画法 是从下往上画 我再给大家再去做一遍 我们画的时候 找到 找到斐木纳西 从下方 那画的时候 绘制的时候要找到它的极限的低点 那这个极限低点 往往是一根单根大型阴线的最低点 到它这波行情开始的最高点 这样度量上来 高点在这个位置上持平 低点在这个位置上持平 那我们看到当行情进行回调 或者反弹的时候 它就会和这些重要的数字产生关联 这个数字是0.382 0.5 0.618 那有投资人一定会说 说Cam老师 你的上面还有0.764 0.886 还100 还1.272 150 1.618 这些位置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的去 去来设置这些位置呢 怎样去把这些原来没有的位置增加上呢 大家跟我来做一个动作 画出一个斐木纳西的线形 点击鼠标的右键 弹出一个属性 属性这里边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呢 有常用的名称 比如说斐木纳西的名称 在这里还有斐木纳西 斐木纳西当中你去调节 增加一个0 说明是0.0 它其实就是标注的 在这里边写上 水平位置1.236 在这里的标注 23.6 表示回调了23.6 那水平位置 水平位 0.382 在说明的时候是38.2 0.5的时候是写 50% 0.618的时候对应是61.8 那除去这些内部的数字之外 还需要去增加一些延展的数字 包括1.618 2.618 1.272 1.5 4.236 这些数字 0.886 0.764的这几个数字 还有2的这个数字 那投资人再去做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些数字 像我这样的去加在上面去 加在上面去了 然后我们再去说 这些数字为什么在这里边 显得特别重要 那从上到下 我们会看到 0.23.6 3.8 264 8.86 那行情最容易回调到哪里 最容易回调的位置 最容易回调的位置 是 这里 最容易回调的位置是这里 最容易回调的位置 最容易回调的位置是这里 那如果我们把它细分的话 它会发在 会到了这个50%的位置 会到了50%的位置 那这个50%是最常见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发觉 它是一个最常见的位置 这个图形会反复出现 我们来看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它是欧元你知道吗 我们再看举个例子 再看这组行情 这是一组上涨的行情 你会发觉 它隐现 就是恰好 恰好也又一次的走到了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50%的位置 点到了50%位置 就像在这里的时候 点到了 下跌点到50% 最终形成大型的阴险 这里也是上涨点到50% 形成大型的阳险 欧元在交易的时候 有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欧元的技术面的走势 是特别强的 所以我们投资人在去 分析行情 理解行情 或者说 当我们投资人去 去研究这个行情走势的时候 当我们去研究行情走势的时候 欧元是入门首选 为什么它是入门首选 因为它在行情运行的时候 走出的这些规律性 是其他货币所不能够平民 我们说上涨100回调50% 是一种最标准的状况 其他的货币 它的走势 并不明显的走势 而是走出更为复杂的样子 比如说 我们一会儿拿英镑 做举例的时候 你会发觉 英镑的走势 往往回调的位置 不是回调到50% 而是英镑 最容易回调的位置 回调的比较深 会回调到618的位置 也就是说 从上往下走的382 那它回调了 就是回调了61.8% 这与它各自货币的特性 是有关系的 因为英镑 它的总体的市场的交易的量 比较小 相对于欧元来说 它的交易量比较小 那么 这时候使得英镑 在回调的时候 运行的速度比较快 运行的幅度会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 英镑会走出一些特别的行情 而澳币 经常会走出一些 下跌 回调的幅度 有时候会多过 这个下跌的幅度 走出一个2B行情 然后再下来 所以澳币 澳币是特别容易走 下跌 澳币的下跌 假货币是澳币的话 澳币会走到这里的 会走到更为深的这些位置 会走到 回调的位置更深 甚至不排除说 走到一个 一个 一个假突破的2B的位置上来 形成一个交易的行情 所以当我们去研究到 更为深入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谈及 会学习到说 各个货币 它走势的内在规律 在这个层级上 就今天这个层级上 我们先去 知道说 当我们去这样画 菲伯大西线的时候 欧元是最常 走到这个位置上 那么 当这个图形 画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行情 不仅会回调 而且会朝着下方走 会出现 菲伯大西的 向下方的延展倍 那就欧元来说 它经常会走到的位置 是1.5 1.618 和2.0的位置 就是它经常会走到 它再下跌的位置 往往会走到 1.5到618的位置 就是非常多的情况下 行情会走到这个区间来 就好像我们在 上一波行情的时候 走到了这个区间 看到吗 这是上涨 回调 它会运行到这个区间 也就是说 菲伯大西的这种现行 菲伯大西的这种现行 好好听 它既能够找到 一组趋势行情当中的 入场位置 又能够找到 又能够找到这个行情 它将来要走到 获利的目标位置 又能够找到 它将来的获利目标位置 这时候当我们去来 当我们来去判言的时候 我们发觉 菲伯大西这个东西 真的很好 它既告诉我们入场 又告诉我们 最有可能的出场位置 这是一种顺势交易的思想 在交易的实际当中的 一个应用 我们再举些例子 图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在昨天做的 这个美加的图形 美加行情已经运行出去 我们在最近的时候 跟大家说 可以去交易美元对加币 可以交易美元对加币 那么美加在昨天的时候 走出一个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行情 一波冲下去 那这种美加向下的运行 就是破位的运行 它的第一波行情 总是有着基本面推动力 就像昨天 这一波行情是一定是 有基本面推动力的 有基本面推 那我们回想一下 美加的基本面推动力 是什么呢 它的推动力是来自于 这个推动力 来自于它的央行加息 加息使得这个行情走出一个突然性的 非常剧烈的向下的运行行 美元对加币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缩行 那这个行情走出的时候 它回调的就比较浅 由于因为它是基本面带来的强劲运行 它走的比较浅 只回调了382就开始运行 不排除今天我们说 今天在做美加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逢高做空的一个交易次 那这个第二单美加的下单的时间 就9月4号 就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美加破倍之后 就做空美加这个行情继续去朝下运行 也是非常好的一笔交易 几乎是入场之后 等待了没几天 就等待了一个基本面上 一个大型的一个行情 那这时候我们发觉 我们发觉这个图形开始运行 开始真的走出了一个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走势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好那这里的我们看到了 这里好多 这个指标是什么 这个画线的这个指标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次的指标 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 叫做蝴蝶指标 我们先如果不用去理解蝴蝶的时候 你先去理解它的回调 你看在中间的时候 你看到了这个数字 我看它变得大一些 这也就是为什么 Karen老师说 英镑最容易回调的位置是多少呢 是0.618的位置 你看上涨回到0.618 这个0.618连接了两条线 连接了这里到这里 上涨回调0.618 上涨回调0.618 所以英镑的走势 它回调的位置不是欧元的 欧元的走势就是欧元会回调 欧元回调的位置 最常见我们刚才说了是回调到0.5 那英镑你会最多的会看到0.618的这个数字 所以在交易英镑的时候 你的入场位置和欧元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做英镑的入场位置的时候 往往它的期望值会比较再去运行一步 比如说当这个行情 我们来画一下第二波的这个肥龙大线 这个行情第一波这是上涨 这是它的上涨 这是第一波的上涨行情 第一波上涨行情 这是0.618 那么到了50的这个位置上 到了这个位置 当行情第一次走到50的50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单呢 当然有些激进的交易者 积极的交易者在这边有可能已经做单了 但是耐心的交易者可能会等待他 再等一下 再等一等这么一个 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些更好的一些交易的位置 你看连续点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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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次行情到的时候 就有两个入场的机会 一个50% 一个618的位置 随着618反复 点次不破 点次不破 点次 注意最后一次点次 还是给的最深的一个点次的时候 终于形成一个上涨的行情 技术面的分析 就是通过这样行情的不断的在动与不动 动与近 快与慢之间去形成这个走势的 这种规律性和节奏感 你看一下这个图形 很有意思 上涨的一波行情 这是单边的上涨 这是在交易当中单边的上涨行情 上涨 短暂的回调 连一根K线都没有反转 再上涨 行情开始回调 回调 回调的过程中走出了下跌 拉回再下跌 回调是一个N型节奏完成 回调的目标位 50%到618 第一次 经过50%的时候 还是比较力量 还比较强的一根阴线 点到了50 点到618 又回调 然后再走的这些回调 这些细碎的线性 表明这个回调的行情 在减弱 最后一次 回调的行情达到最大 出现了一个最低的低点之后 反而形成了行情 不破反多的行情 形成一个N型结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英镑在走的过程中上涨回调到618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回调值 包括它的前边也是回调到618 也是回调到618 那再看什么叫做延展 这叫做上面这个2.0是叫做延展 2.0是它的延展 表示什么了 表示说上涨回调 走这一个波段在破位之后又走出了2.5的行情 破位之后又走出了一个一倍的行情 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图案 我来形容这个一倍是个什么概念 一倍的概念是这样的 一倍的概念是这是一个图形 一倍的概念 往上走 走出了一个往上走 约略这个一倍 上涨回调 走出了一个2.0的一个位置 走到它的2.0的位置 约略相反 那在这个图形当中 当我们去看待这个图形的时候 就会发觉 这个斐温拉奇 它往内会看到斐温拉奇对内的回调 它往外会看到斐温拉奇对外的延展 这就是我们在去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它只用一个特点 那你也明显的看出 在英镑的时候 你看到0.618 或者比0.618更多的 这是0.618 比0.618更多的这些数字会产生 而0.5 就是你看0.5会在这个图形上产生的比较 少一些 更多的是0.7 0.7 0.7 0.76 0.826的这些位置 在图中的出现会更多 这是它的货币特性 那再看 假设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呢 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 目前是主一个震荡的行情 没有特别的 没有 就是低点化的 不是那么太清晰的 那在这里 如果你看过蝴蝶指标的话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 有这种意思的一个 X A B C 低点出现的一个反弹行情 围绕着上涨 拉回到7.86 7.86 再上涨 拉回1.0的水平 再破位 形成了1.272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交易的经验所得 行情运行到 就是如果一波行情走得比较强 一个行情它反转下来的时候 走到它的1.272 然后产生反弹的时候 行情如果运行到1.272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经常会产生一些围绕这个位置的反转点 围绕着1.272位置的反转点 我们去 在美日当中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特别 上涨 然后一个Z型结构 或者说一个扩展结构 走到了1.272 点击之后往往会形成 好的行情会出现 这是我们看到的 Fibonacci Fibonacci在中间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好 那我们再看 再给大家举例的 澳币 澳币就是 这也是澳币走到1.272开始了 开始了回调 1.272 纽币也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 纽币 那除此之外 在交易当中 我们经常还会看到一个 欧元对英镑 它在技术面上的走势了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当我们去使用 当我们去使用Fibonacci的这一列数列进行去分析 理解 或者说 行情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选择那些技术面走势比较好的行情 那这些行情有如下的特征 它是直判货币 它是行情运行比较活跃的货币 它是欧元英镑这些主流的货币 那这一类的金融产品 它越朝着这个方向 越直判越欧元 走势了就越加 去靠近 Fibonacci可以研究的 如果这个货币 越 这种小众 越交叉盘 那它的交易当中的对Fibonacci的这种遵循的节奏 对Fibonacci的这种节奏感的遵循程度就越来越弱 比如说当我们用Fibonacci去研究像 澳纽 或者说傍纽 或者傍日 这些交叉盘 或者加日这类型的交叉盘 它产生的效果就要差一些 走出随机波动的就更多一些 那还有在交易交这个交叉盘 以加币为主的交叉盘 比如说澳加啊 这些以加币为主的交叉盘 加日啊 这类型的交叉盘 对Fibonacci的这个敏感度就要差一些 回调的时候 回调的位置就可能变化的更多一些 这也是在交易当中需要大家去注意 那另外我们在这里还看到这种有下跌的反弹 有上涨的回调都有 那在Fibonacci在使用的时候 还有更加有意思的使用 叫做Fibonacci的拓展线 去真正研究ABCD基点的关系 就是回调有多深 拓位的位置 就是当AB段主要趋势走出 BC段走出一个回调行情 那么BC段到底走多长或者多远 会直接决定将来行情的目标位置 那我们在这里先不去展开它 因为这一部分内容 相对内部的算法要更加复杂一些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折返线ABCD出厂法 因为它是和这个直接相关的 我在这里就不去拆解它来细讲了 因为它讲起来是很复杂 有些投资人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清楚了解 所以今天第一个第一要义 我们先去学习到Fibonacci的折返线 在交易当中的实际的使用 那有投资人去问到说 有投资人问到说 美加的这波行情会不会直奔一点 我其实不确定说它能够走多远 但是行情现在是个确认的破位行情 我们做美加的时候 就去交易它的空单就可以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美加在破位的时候 确定到这个下面的时候 我们是认为美加的空单是继续 那当你判断正确的时候 你会发觉这些基本面上的事情 会强化你对它的判断 或者说市场当中确实会产生 一种技术面和基本面的相关 在某种情况下 技术面甚至会出现一些 对基本面的预知这种可能性 当然你去用逻辑上去解释它 为什么你在这里面破位做空 加拿大央行去加息的这个事件 可能很难去解释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一定具备逻辑关系 但是有一点你是清楚的 你知道当它破位的时候 国际的金融交易者是愿意在这个位置 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做空的 所以他们对美加朝着下方运行的这些基本面的现象 会更加的看重 那假如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美加或加拿大在这个时候降息了呢 我们发觉它也会上涨 但是上涨的力度一定 像昨天这样的这么强的一个力度 它走了280点 280点 4小时280点 就是当天它的波幅应该达到2.5% 这是比平常的波幅要大得多的波幅 这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当前期的支撑位被一根大型阴线破位 并且回调到高点的时候 确实在这个地方会有交易当中的卖点存在 这个卖点是既符合基本面又符合技术面的 我们在交易当中说的理想交易的状况 好 我们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候 我要把这个图了给大家结一张图 我们在图形当中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美元对加币的这个图形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选择一个K模板 用一个相对线模板来表达它 这是K模板到日线图上 我把这个图的解决给大家 好 那去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 原有的在这个位置上的入场的位置 原来在这个位置上入场的位置是什么 为什么在底部的位置上会在做空呢 我们知道如果推想过去的时候 图形会走出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这个结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加币的 那就是 那就是